好,来看到花莲县吉安湘圣能工 5号是举行了21周年联合庆典祭全国 巧胜仙师文化祭会师的活动 那么县长徐振卫前往参拜祈福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各式的木工器具以及作品 还有早晴农耕用具以及DIY等有趣的活动 位于吉安湘圣能工的主神 以巧胜仙师、红军道祖、荷叶仙师 公信仲来参拜 5日举行111年全国巧胜仙师文化祭会师在花莲 继圣能工21周年工庆联合庆典祈福绕境活动 县长徐振卫也前来祈福 恭贺圣能工21周年庆典 无论是我们木座 无论是水泥、泥座 无论是我们钢铁建材 只要是劳基层的劳工 大部分都来到我们圣能工 都成为我们圣能工的追随者以此地 所以在这里感谢 感谢这个圣能工 订阅我们圣能工的相关的设施 以及我们做的方法 所以希望全国各地以及本县各有公庙 希望借着这个圣诞的日子 能够我们花园社能工来做一个交流 达到彼此交流的一个目的 这是我们今年举办111年度 这个巧胜仙师联谊会的重要目的 因为来自全省 1350个人来到花园 也促进我们花园的一个地方观光 出去我们花园的一个地方产业 希望借此办的活动的机会 能够把发扬推展出去 把花园继续往国际城市来迈进 全国巧胜仙师文化剧活动在花园 吸引全台有工及信徒超过签名来朝圣 即日起展示各式传统木工器具 作品及早期的农根用具 和相关文化体验等活动 此外让从事建筑 土木等行业的工匠文化精神得以延续 也集办出进行花园观光产业的活络 记得蒋方燕吉安相报导